之后,今天早上6点,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雪橙色警报,香厄、玉碗、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暴雪。 据民政部统计,全国受灾人口已经上升到了6950万人,应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82亿元。 中央气象台预报说,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,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, 湖南北部、湖北东部、河南东南部、安徽大部、江苏大部以及浙江西北部等地有大雪道暴雪。 另外,挂州大部、湖南南部、江西中北部、广西北部、安徽南部、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冻雨。 根据民政部统计,最近的雨雪天气影响范围广,导致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贵州、陕西等14个省区受灾。 受灾面积之广,程度之深都是建国以来少有的。 目前,全国受灾人口已达6950万人,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82亿元。 大雪天气给刚刚拉开帷幕的春运造成了严重影响。 从25号开始,湖南省内、京广等干线供电接触网多处断电或欠压, 电力机车无法运行,致使京广线旅客列车出现大面积晚点,大批列车停运。 几天来,已有300多列列车在这一地区受阻,大量旅客滞留沿线车站。 铁道部已经调集内燃机车对受阻列车进行转运输岛, 组织的63列列车经其他线路运回运行输送旅客。 铁路部门预计,如果不发生供电中断的情况, 铁路运输秩序可在一两天内恢复正常。 京广铁路晚点后,部分铁路旅客转由公路北上, 给予京广线并行的京广高速更大的压力。 除了京广高速外,贵州、安徽、湖北也多处出现路面结冰的现象, 多条高速公路被迫关闭。 另外,由于华南江淮地区普降冲到大雪, 导致机场跑道鸡雪,长沙、贵阳、广州等19个机场陆续关闭。 广州白云机场、锦南航便取消了55个航班。 高峰时期,白云机场滞留旅客达到近万人, 长沙、黄花机场昨天共取消往返程航班近100班, 造成6000多人滞留机场。 另外,由于持续大范围低温、雨雪和冰冻的极端天气, 全国已有17个省区市出现。